他说各位去看看柯文哲 他说柯文哲知道民调已经连死降了以后 他也默认了局势正在改变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现在已经确定8月26号 大家都已经知道 8月30号就是郭台铭 他要召集郭友宜跟柯文哲 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 时间在8月30号地点在台北 那从郭台铭这个动作可以看得出来 他以老式的地位把三方面召集起来 事实上他们三方面都有三个沟通管道 我曾经讲过 郭台铭跟南宁之间的沟通管道 其实是顺畅的 就中间透过了连战的儿子连胜文 这个是确定 所以郭台铭在第一时间 从嘉义回到台北以后 回到他的故乡主城 他就宣布8月30号 时光能够毁灭 所以他的沟通管道跟国民党之间 算是非常非常的通顺 我不能讲顺畅 至少可以 不必通过中间人的传话 那第二个 朱立伦跟柯文哲之间 也有一个沟通的管道 那这一些沟通的管道 都是秘书 以上建立起来的 所以这个沟通管道 也算是通顺 那 郭台铭跟柯文哲之间的沟通管道 那显然变得是卡卡的 就是说 郭台铭昨天一而再再而三地讲 说他希望能够接到柯文哲的电话 但是柯文哲其实目前没有回应 那第四个 就是国民党跟柯文哲 个人之间其实也有联络管道 那其中一个负责传话的人 那不许是新闻界出身 算是我的朋友 他也跟柯文哲那边有固定联系的管道 所以我们看 飞律阵营里面 他四条管道也好 五条管道也好 至少可以找得到人 但是不接电话真正的原因 就是柯文哲怕 郭台铭伴住吃牢 所以柯文哲他还在考虑 那侯友宜已经 确定了说我们可以见面 那过去的事 郭台铭认为是不必再谈 现在郭台铭在8月30号 约定他们见面 其实讲的难听一点 就是以战破晓 因为中间一个非常关键人物 已经退出了 他为什么退出 他亲口告诉 他说我的视频他看到 他说我讲的部分不太正确 他现在就给我指出来 侯友宜现在是顾忌本盘 所谓顾忌本盘 他时间他都不够 但是他说这个预期并不理想 他说你看他只是顾忌本盘而已 没有向外开展的能量 向外开展的能量 被侯友宜跟郭台铭给堵死了 那现在他顾忌本盘 那总算有一个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虽然是小小的突破口 但是各位去看 侯友宜基本盘 他希望顾完基本盘以后对外发展 他说这是侯友宜现在的答法 他说各位去看看 柯文哲 他说柯文哲知道民调已经连事降了以后 他也默认了局势正在改变 但是他说柯文哲在抢话语权 就是说8月30号 无论是会前会 会中会 会后会 他要抢一定的话语权 来弥补他民调连事降 他说这个是柯文哲的算盘 他的盘算 就是这样 他说第三个 就是郭台铭 他说郭台铭以老师的身份 一再生主导权 所以他当时虽然在这个中间穿梭 他成为一个沟通大臣 但是他看到这三方面的局势的发展 他直接了当告诉 他说前景不乐观 他说8月30号 他说正如我在视频上面讲的 如果这一场会 没有谈出任何结果的话 反而影响选情更加具体 那换句话说 他们认为说 希望这个会 能够一举解决 四个月的纷扰 但是这位沟通大臣 直接了当跟我说 其实他说那我分析的对 如果沟通成 当然最好 如果沟通不成的话 他说菲利阵营的选情 大概会一泄千里 这个是他跟我讲的一个结果 那他之所以退出 他认为有五点 第一个太麻烦 截至目前为止 议题到现在都没出来 虽然他提供了他部分的见解 但是显然双方都固执几些 各有各自的盘算 他说第一个 他说第二个 坐下来谈 谈什么 他说这是最重要 就是谈出一组人马 或者是三人结合 都可以 他说最怕就是谈不出结果 还是各执几些 那换句话说 他已经讲 郭台铭虽然接受朋友的建议 希望能够促成四季会面 但是他说郭台铭一心一意 想要主导的话 对侯友谊对柯文哲来讲 并不公平 那他也知道现在两者之间的幕僚 都在审慎评估这件事 所以呢 再看幕僚的意见 他说最晚8月27号就要决定 但是他说剩下一天半的时间 他并不看 这个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坐下来谈什么问题 他说议题的合作比较容易 但是谈人事上的安排 非常的困难 一个要不基本盘 一个要抢话语权 一个要争主导权 就是换句话说 郭台铭会提出自己的名单 他扶选小鸡的名单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你扶选小鸡 要以什么身份 这个就成为大问题 所以他同意我的见解 他说这三个人当中 必须一个退出来以后 两个才能够携手合作 他说否则一个不退 老真主导权的话 他说另外两个 民调比他高的 怎么可能服气 他说这个是第三个 他说第四个 他说政治是一场投资的事业 是看长期不能看短期的 但是你把这个士气之会 当做一个短期炒作 而为自己的话 他说这个会绝对开不了 他说你看侯友语 他的包袱 就是说四大公投 是不是支持韩国瑜 你的核能政策 还有你对地方 太细的看法 他说这四个 一直缠绕着侯友语 就是说大家就用放大镜 在检视侯友语 那至于柯文哲 大家现在也用放大镜 你尤其是716 收门票唱歌 还有包含你民众党的一些政策 截至目前为止 各位去看 柯文哲的空战 能量越来越弱 他在地方跑的时间越来越少 换句话说 柯文哲只有可能要回归到 他的基本台 他说这是 他说那至于郭台铭 已经讲了很多 他用钱轰炸 那就结了 现在花了一亿多 他说就这三个上面 你来分析 他就是说 郭台铭也要接受检验 郭台铭2019还有包含他做的一些事 现在已经慢慢用放大镜检验 所以他就告诉 他说你从这个角度看 现在大家都在检验柯文哲跟郭台铭 检验侯友语的把儿子多了 他说这是第四个 他说第五个 他说最有趣的 谁来当仲裁者 龚道博 他说国民党没有一个人 愿意担任龚道博 民众党也没有龚道博 那龚道博难不成是郭台铭吗 所以他说这个四季会面 他的前景 他并不看好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大家经常讲 你们三个人什么时候合作 时间已经不多了 如果这次会面 是一个非常坏的会面的话 耳后的会面就不必谈了 我们下空地 iconic 什么时候送 enough 宝贝 宝贝 确实